这是奇亚最愤怒的时刻 他将杀手天赋彻底爆发 悄无声息地潜入敌人房中 并用手中的匕首直击要害 面对铺天盖地的杀气 男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 奇亚之所以如此暴露 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当时小杰几人被残疾三人足堵在电梯口 由于他们的备战期限快要结束 所以想再次利用小杰二人刷圣场 甚至还准备用念能力威胁他们 但奇亚根本不理会三人 直接带着小杰和智喜离开 然而卑鄙的三人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们 趁着智喜训练结束后 用念力将他一把抓住 奇亚健壮只好答应他们的对战要求 并表示会让他们获得胜利 不过沙大索并不满足 还想和小杰战斗一场 奇亚则表示除非他们去迎合小杰的比赛时间 否则自己绝不答应 完成比赛登记后 三人将智喜还给奇亚 不过走之前奇亚提醒三人 不希望再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违反约定后果自负 在回去的路上 奇亚一直叹气 这改邪归正还真难了 差点就忍不住杀人了 然而三人并未在意奇亚的话语 又用窒息的鞋子 威胁小杰更改日期参加比赛 第二天小杰和奇亚掌握了你 不仅能看到西索录像中的15条念神 还能分析出西索的念拥有伸缩能力 小杰和奇亚的能力得到云谷赞赏 没想到仅用一个晚上就能学会你 当奇亚得知小杰的参赛时间后 明白他也被三人组威胁 当即决定给他们一个下满威 夜晚沙大索还在房中幻想着比赛胜利 然后成为楼主得到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突然一把刀从背后突袭而来 小可爱奇亚威胁沙大索 只要对方敢动一下就杀掉他 沙大索感受到奇亚可怕的杀气 背下的满头大汗 现在的他终于尝到违背约定的后果 奇亚表示这次可以放过他 但不想再看到他的脸了 不然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不久后两人的比赛正式开始 沙大索不敢露面直接弃权认输 奇亚不战而胜 在沙大索离开后 他给另外二人打去电话提醒他们 千万别将奇亚二人当成小孩子看待 不然代价会很惨 因为他在面对奇亚时 感受到的只有绝望 那是活在黑暗世界的人才会拥有的 那一刻他就明白自己哪怕反抗 也根本没有丝毫胜算 但另外两人离楼主的距离越来越近 只要拥有楼主的身份 往后就能衣食无忧 所以他们不想放弃 并认为奇亚对他们的念还不了解 表示什么能力都无所谓 只要违反约定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他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对他们进行暗杀 这就是得罪杀手的后果 哪怕是上厕所都得小心点 被吓坏的二人 再也不敢搞什么阴谋估计 只能好好地比赛 而接下来便是 急斗与小杰的第二次战斗 这次小杰能一血浅耻麻 让我们拭目以待